特别感谢一个人 你们都认识 老公 吴倩 吴倩 为什么 因为吴倩 也因为去有风的地方 然后这个村子特别火 他的那部电视剧 去有风的地方 那个有风小院就在隔壁 旁边就是 真的 吴倩曾经在这个 去有风的地方这个剧中 他说我一定要去大理尝一尝 有一道菜叫水性洋花汤 到底什么时候 有空会我去云南 我其实过去吧 就想试试他们那个水性洋花汤 所以这道菜 现在是云南最著名的 最火的一道菜 水性洋花汤 本来也就是当地传统 也是这样 是的 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 来到的时候 连菜品都没有订 是什么样的菜品 结果我们找到了一个 我们的邻居 就距离我们五米的厨师姐姐 五米 做得很好 对 你看我们那边 有一个玻璃墙 这个玻璃墙门 是跟村民是打开的 隔壁就是人家村民家 对 不仅客人 可以一起坐到这个院子里 同时我们晚上还经常 点起一把篝火 三舵脚开始 蹦个乡村 迪斯卡 我们更强调就是 我们跟村民之间的 共生共荣 对啊 你还带动了当地人的收入 好吧 咱们一会儿聊 我先安排厨师姐 还没聊完呢 还没聊完 你为什么这么想走 你为什么今天想走啊 好帅啊 好帅啊